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仙区的标志的 当然因为里点这个牌比较多 所以仙区对我们里点来说用处倒不是那么的大 毕竟你比方开一个这个万剑七八下去就摸很多牌的 好 那么看一下 劈一下好 张脚劈一下他可以啊 这个的话 曹操这个是国家黑可以啊 这下的话我们卫国可能可能会那个 召唤那个大卫阵把了 这都肯定双量啊 没什么可说的 因为我们 以前太多次这个被恐龙这个所这个克制了啊 而且我们双量出来这个就算这个 那个当然是个孙策抢这个仙区了啊 我刚才想说的是那个就算我们用不了仙区就是珠连闭合的肯定是可以用的啊 而且珠连闭合当他手上是可以那个当桃用的好是有千羊 无界可击 那么一代劳一下啊 可以 那么这一排我们都扔的啊 因为对于贴索连环 那么黑杀闪 那么直接杀 他过拆留一个那也行吧 因为那个过拆脚到最后的话 可能他有自己的用处的啊 其实刚才那样也可以直接把孙策那个手牌把它拆掉啊 好 杀 当然留一个过拆的话 如果有9杀 它这个9杀我们还没有用的 因为那个孙 那个打那个孙策 我们的一点越境是可以有很强的那种过拆能力 万一过出来一个9吧 一个9属性 这还是比较关键的啊 好 那么挂起来 我们看一下过河拆桥 直接拆他黑 这个家伙手气还可以啊 就拆了一口酒 这个哦 这个是老朱格 嘿 这下手机真的是有点逆天的 你就这么多牌里面还真把这张牌拆掉了 好 这个朱连闭合啊 没有过两张埋单桃子用了 可以啊 然后继续过牌 而且关键在于我们给了曹操很多进攻牌了 好 火攻 哇 直接 这个我没有用的 你看这个他就是张弛有度的 其实刚才他完全可以把桃子扔出去 然后他继续启动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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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进攻的 但是他真的是张弛有度 他就没有没有这样打 因为他刚才那一波他也不一定打掉 这个时候留一个桃子保下这个国家 是可以的啊 因为确保万无一失的嘛 好 杀杀你看 这一下这个还是 这个就是说那个文武之道一张一尺啊 就是说人在这种顶峰的时候还能有这样的敏锐的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判断力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好 应该我们也没有那个啥 也没有无脑忘息的 哎呀 这一下有点坑 不过还好还好 他这个牌的话 不是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恐怖的进攻牌的 好 这个冰凉还好 这还是个勒布斯鼠就麻烦了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盘应该还可以 那么这一盘关键就是我们刚才留了个桃子 如果刚才我们一直烧下去 没有把这人烧死 然后让这人扯张脚和把郭家批掉 这盘就没有这盘素材了 这应该就得到妥了 因为曹操甩还有很多进攻牌的嘛 好 对 这一下的话给那个郭家来进攻的 因为我们给他喂了很多这个进攻牌的嘛 好 打一下 应该是外面没什么桃子了 好 节奏 可以 直接打了 好 打掉 果然可以 果然是这个恐龙的 我们第一轮如果不手量啊 双量出来 好 那个批 郭家长有货的啊 这样他就更不怕你批了啊 好 他你送了这个一个决斗过去 好 杀 然后直接这样子了 好 杀 漂亮啊 这一波这个威皇玩的还是很幸运流水的 而且那个朱镕之四血也不存在这个凤厨的问题了 好 杀 好 杀 漂亮 这一把也是要两个威啊 最终把全场扫掉了 大威有的时候开团他不一定就一定要那种马上疯狂进攻啊 还要是如果可以还是能做张弛有度的啊 就有的时候该认怂或者该收兵的时候就要收兵的啊 不需要一口气把对方全部吞掉的啊 你反正只要最后能赢就可以了 好 第二盘的话 有是这个悲情的大才女和这个 当然这个现在袁绍改过了啊 不存在这种什么这个 当然还有乱射的结果 但是毕竟乱机还是改动一下嘛 当然我觉得不管怎么改 还改不了他曾经这个打工皇帝的这个风采的啊 好 而且有袁绍就有我们曾经的周五坑的啊 就是如果把袁绍的素材全部掐掉 我们那节目就别想做了啊 好 杀 杀 这个哦 他是强行那个 哎 这什么鬼啊 这个诸葛的话 你打光了还那个先驱干嘛不用了 这个我还以为你强行要用这个的 好 好 那么我们这地方的话可以啊 我们就那个亮一个蔡文姬 我们就这么一个这样啊 谁要来打谁打的啊 这场上又没有什么大群 你就说打我们的话你就不代价了啊 就算是他卫国也不至于吃饱撑了来告我们的 你看 好 那么就是这个 哦 是这个 五果黑 这把这个五果不错哎 分测好 九杀 看一下闪 那么是这个二张 这个时候就看出来 这个珠连碧合有小桥配合的多么重要了 如果刚才是小桥的话 刚才那个九杀过去是给激昂的 好 热不思蜀 看一下哦 是这个诸葛 赵云 那这张的话 没有判官的话 他自己关心是可以的 好 这个闪 当然那个赵云的技能 大家看一下 国战里面也改过了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他 因为以前这个武将实在是太非了 所以说必须给蜀国加强一下 反正的话 那个渣鼠的话 那个觉得太可怜了一点 无懈可击 这一下这个孙坚 孙权 这个可以啊 孙坚 孙权的话 就是假装自己有阴魂的 但是这个魂姿 魂姿学了一般 得到孙权学了一般的 好 打一下 可以这样有这个曹坯 那么可以啊 这一张的话 是这个 看了一下 那个黄中刚才用了这个 看那这肯定是无了 没什么可说 因为现在三个五了 这么打的话 等于说这个不叫爆牌啊 这个才叫真正意义上的合理利用规则 就是我看了之后 我用这样的形式告诉全场 这就是无国了 这个比什么打字那些东西 或者打暗号那些东西 这个来的来的正大多的啊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这才叫游戏里面真正 你说 这个什么叫合理利用规的 这就没什么可说了 好 直接来 直接放 咱元少的话 不能总是帮别人打工的啊 咱们还要那个给自己打工一下的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嘿 这个让这个诸葛在干什么 好 放一件啊 第一件 因为刚才那个是真的关键提发的嘛 这个是那个啥 那个草花 那么我们看一下 嘿 这个诸葛真的是在搞什么呀 这个当然盼了没用了 你看 这张本来就是黑色的 所以说那个他就是盼了老的 会也是死的 好 第二件 那个元少就是这样啊 这个激怒自己的节奏之后的话 那个虽然不能这么无脑的狂射啊 好 哎呀 这下的话 说这个杀铁索连环 嘿 火宫 这下的话 这个哎 漂亮啊 这下的话 哎呦 你别说 这没有那个红桃 有点危险 没有红桃啊 当然烧了一下 那么第三件 可以放下 那么这样的话 他如果第四件 那么黑战诸葛 留白啊 这都挡住了 好 那么直接灌出去 当然最后这下还可以啊 元枫最后还留了一首的 虽然说你挡住了我后两件 但是我一把斧头啊 被你干掉了啊 好 那么最后就以我们这个大才女啊 念了一首诗 作为本次视频的结束 那么我们明天再见 到此后 知道了 绝望了一首诗 第一个词 前 ήταν不易 Então 这个游戏 成组 就算了一首诗 这首诗打了一首诗 歌真关于帖子 是可以了 绝望了一首诗 principle是讨论的小启给你 人们代啊 有什么诗看的呢 这个没想过 啊 我不太能不能把家关 S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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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